Hello 大家好 我是猫眼 猫眼这周一刚从芝加哥回来 刚刚参加了8月的AN芝加哥币展 熟悉猫眼的人肯定都知道 8月份的这个AA的这个展呢 其实是对于世界币的藏家来说呢 是一年一度的大展 对于美国的这个币展的情况呢 全年有两个展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呢就是1月份纽约的这个币展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8月份的AN的这个展 所以说回来之后呢 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猫眼的臂展见闻 然后和大家聊一聊 现在猫眼观察到的市场的一个现状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猫眼这次去ANA的 其实是有两个任务在身上的 第一个呢就是为Taren Collection第十次出展 这一次呢Taren Collection展出的是 它的埃及机藏的部分 从最开始的筹备就是选择这个展品 到这个编撰这个展品的图录 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进行撰写编排 然后呢到整个展台的这个视觉设计 甚至出展之前的一些这个公关啊 或者新闻稿啊什么的 这些事全都是猫眼一个人统筹负责的 所以说其实挺多活的 然后呢8月ANA也算是给这些活收个尾 然后做一个最终的一个呈现吧 最后呈现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Taren Collection的埃及机藏部分呢 其实是有大量的伊斯兰钱币的 猫眼是没有办法读伊斯兰相关的语言的 所以说在编撰这个图录的时候呢 猫眼也私藏了这个私心 和撰写这个图录的这个教授 就和他特别的申请 一定要把每一枚就是钱币的正反面 就是英文翻译给写到写到这个图录的这个描述之中 这个其实对于你不懂这个语言的人来说呢 是很大很大的帮助 就算是你有的时候去看一些拍卖图录什么的 拍卖图录也未必会写得非常的细致 当然了埃及机藏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从这个埃及的古王朝开始一直贯穿至今的 所以说这本书也涉及了比如说埃及古王朝 唯一发行的这个金币 托勒密王朝 然后罗马行省等等等等 这个古代的埃及的这个部分的钱币 所以说无论你是对这个埃及整体的这个历史感兴趣 还是是说对于他的其他助币感兴趣 这都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参考书 以上呢是关于Taren Collection这次的出展情况 除了Taren Collection的猫眼这次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 因为猫眼也在问C&G工作嘛 所以说猫眼也作为C&G的代表之一参与了这次B展 在这个B展的过程中呢 时不时会回到展台去接受委托啊 然后售卖一些零售的东西 同时呢猫眼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 这么大的一个盛大的一个B展 难以避免的一定要自己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东西 可是很遗憾也是很惭愧嘛 因为整个的日程安排的比较紧张 再加上这个展厅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你没有来过美国的B展 可能对于这个AA的B展规模是怎么样的 没有什么概念 毫不夸张地说吧 从最左边走到最右边 你大概要花十分钟才能走完 就是特别多的 大概五六百个桌子 而且不是那种很小的桌子 是每一个B商都有至少三四个这个展柜 然后可以放着自己要卖的东西 整个这个B展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 再加上它这个B展呢 其实是就是混着卖的 混着卖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说在这个B展的分区中 然后呢B展的组织者大概话的说 这个是美国B比较多的区域 这个是世界B比较多的区域 这是古代B比较多的区域 但是现在的在美国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趋势 就是很多美国的币商 他自己也会买一些世界币 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英国或者西班牙的币啊 甚至买一些古代币 放在自己的展柜里进行售卖 那你肯定想的是说 我尽可能每一个展位都逛到 这样子才物有所值嘛 但是很遗憾 猫眼没有做到 整个展厅太大了 猫眼的时间比较少 又要在两个展台之间进行穿梭 但尽管如此呢 猫眼还是大概的就是感受到了一些市场的氛围 猫眼在币展感受到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市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好 而且所有的币商都莫名其妙的有着强大的信息 这个市场会更加的好 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是上半年整个金属的价格 比如说金价其实在美国这边都会感受到有剧烈的增长 所以说大家觉得说 哦这个市场肯定会更好 因为金价也是对于钱币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可能是前一阵子美国的股市刚经历了动荡 就是大跌又大涨又大跌 就是反复来了几回 那很多资产的持有者 他会想这是说 我要把股市的钱分一些去投资到其他的资产 那其他资产买什么呢 钱币又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选项 很多人他可能想想法就是我不要把所有的资产都配置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配置到钱币就算他跌跌个百分之十我也能接受 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然后呢第三个原因呢 貌眼想想可能是因为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然后大选年总会有一些幺蛾子 现在的几位候选人吧都不是很给力 所以说大家也会对于美国未来经济或者政治的这个走向 非常的不确定会怎么样 在这样一种人心惶惶的这种或者经济政治 或者整体的大趋势之下呢 钱币的市场就变得更加的红火了 因为它毕竟是你可以实实在在拿在手里的实体的资产 而且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长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 飞速增长的这个时代下 我们没有概念是说这个经济就是你买的东西 它不跌或者说不增长 其实对于很多资产配置来说 就是一个很稳健的这个资产配置了 那美国人发达国家 很多人他其实是有这样的预期的 经济都是一个周期嘛 有涨有跌 那只要我买的这个资产 比如说10年20年后还能保持 我购买时的这个程度的话 其实很多人他已经满意了 那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的情况下呢 这种实实在在能够摸得到的这个资产 就变得越加的这个紧俏 越加的受欢迎 所以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B展的现场 就感受到B商有一种其乐融融的 莫名其妙的高兴与自信 觉得这市场觉得会更好 这种莫名其妙的信心 第二件事情猫也观察到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钱币爱好者 其实很难在现场买到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呢 猫眼回来之后就是细细的品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和现在B商 它的经营策略或者经营方式 有了改变 有莫大的关系 市场 其实钱币市场从这个COVID开始 已经好了至少有两三年嘛 东西的价格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 就拍卖场上经常能够创造出奇迹的价格 然后呢很多B商手里好的东西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如果他想要再买好的东西 他也只能和藏家硬碰硬去拍卖场或者去其他的渠道去进行购买 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 很多B商它的经营策略进行了调整 猫眼隐隐的感觉 它们好像分成了两个流派 第一种B商呢 它是只买少的东西 它可能从这个拍卖会以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把比较稀少的东西买到手里 然后呢到手里之后呢 又加了一个非常高的溢价的这个非常少的东西 在进行售卖 那我作为藏家的话 其实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少 我的集藏需要这个东西 那我同时也明白是说 因为我收藏这个东西 我懂嘛 我又明白是说 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 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我都没有办法遇到一个类似的更好的这个品种 那我可能还是愿意付这个钱呢 而且现在大家都对市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嘛 那两三年之后 说不定这个价格会更高呢 或者已经到了它卖的这个价格呢 所以我还是愿意付这个钱 这是第一种B商它改变的策略 第二种销售策略呢 就是B商大量的去购买一些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品种 流动性比较快的这样的品种 比如说其实貌眼感觉 在这次币展上 貌眼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币 也有一些AU的这个BIS CUDO西班牙钱币 这是比较多的 就是这些东西呢 它市场认可度比较高 它卖的比较快 它是比较普通的东西 但是B商可以很快的就是现金回流 所以说很多 尤其是一些资本雄厚的B商 其实它就是改变到策略 用这种方式来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意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下呢 B商现在已经分流了 一部分人呢 它只做一些普通的东西 然后呢一部分人呢 做一些特别特别稀少的这种东西 中间也有一部分是中间段价位的这个钱币 那这些品种怎么办呢 这些品种如果你想买的话 你只能去拍卖会 去拍卖会去买的时候 B商呢也会觉得是说 那我没有必要去和藏家 去刻意的去争这一块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呢 大部分其实都流入了藏家的手中 现在的美国市场的整体现状呢 可以总结就是 最顶尖的稀少的东西呢 是B商和藏家硬碰硬 真金白银去抢 中间的东西呢 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流入了真藏家的手中 那普通的东西可能B商也会囤一些 然后呢快速的进行周转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 或者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状呢 其实是非常的健康的 因为不存在是说 某一个B商它存 囤积了大量的稀少的东西 那如果这个B商它的资金链断了 然后它需要抛售这些稀少的东西 导致整个市场大恐慌 然后呢钱币的价格大跌 它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因为东西都在藏家的手中 它最最最差最差的情况也不过是 藏家发现觉得说 现在这个行情好像并不是非常好 但大不了就是不卖了嘛 很多东西 那整个市场就会比较的稳定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都会对这个市场比较有信心 觉得说这个市场很健康 还会很稳健的进行增长 说完了猫眼对于现在的这个美国 钱币市场的一个现状的一个感想 猫眼来和大家分享两种 信心的钱币销售模式 这也是猫眼在臂展和朋友聊天得知的 然后第一种销售模式呢叫做彩票式销售模式 这这种销售模式呢最开始起源的 其实是一帮就是拉丁美洲的钱币的币上 他们这个模式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现在有一枚价值500美金的钱币 他会把这个500美金的钱币呢分成25美元一张的 这个类似于采购券或者是彩票券这种形式 就是你如果买了这个彩票券 你就有机会进行抽奖 那最后这25买了25美金这彩票券的其中一个人呢 就会得到这个500美金的这个钱币 他们得到这个500美金的这个钱币之后呢 这个币商又会找到他说啊 你25美金就买了一个500美金的钱币 我现在300美金想要再把它买回来 你愿不愿意 那这个人一般大部分人觉得说 哦我只花了25美金 你愿意花300还是愿意把这个东西再卖回给他呢 币商再把这个东西买回来 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抽奖 这个模式刚开始是非常好用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摸透了这个模式之后 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币商都使用这种彩票式的 这个销售模式进行销售 那我作为同行之一 我在卖自己的彩票的同时 我也得买对方币商发售的彩票 然后这个盘子就越滚越大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都持有各种钱币的各种彩票之后 大家发现哎好像不赚钱了 然后这个模式就这么消失了 因为大家觉得说好像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这是第一种啊猫眼听到的 第二种呢就是体验式销售模式 这种操作方式呢 其实只是币商针对一些比较高端的这个藏家 他可能去拍卖会以一个高价购买下来一些稀少的 不可替代的这些品种 然后他买回来了之后呢 加一个比较高的溢价 然后呢去找这种特定的收这个品种的这个藏家去进行销售 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藏家说哦你加价了这么多 那心里肯定是拒绝的 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溢价 但是这个币商呢会把东西给到这个藏家 让藏家回去考虑一个月 当到这个藏家呢 他手里拿着这个币玩了一个月之后呢 他心里的想法就开始变了 尤其是当他把这个币和自己的藏品摆在一起 感受了一下之后呢 他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这个藏家可能就会想说 首先呢这个东西是不可替代的 那我可能在接下来两三年 我都遇不到这样的一个品种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还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品种的 第二个呢就是 等到我终于有一天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 可能我要付的钱也并不比他要的这个 这个家的这个价要便宜 那思来想去藏家 最后还是会接受这个比较高的溢价 把这个东西给买下来 最开始呢其实貌眼听到别人这么说 这种销售方式的时候 其实是挺不以为然的 但是在臂展之后呢 真实的体验了一把这个体验式的销售模式之后呢 猫眼才发现这个这个模式的厉害之处 具体怎么回事呢 等会猫眼给大家分享自己臂展收获的时候 再给大家展开来说 总体来说 其实猫眼这次ANA买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但是在这个臂展前后 其实猫眼买了很多钱币类的书籍 还有一些是猫眼在场上走的时候 遇到一些朋友 然后呢他们送给我的 这吗 就算是很黑了 臂展前后 那我什么都打算 我做什么都打算 我做什么都打算 有点 我看一讲 你 有点 就算你有点 效果 有点 我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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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的这个8S库多猫眼逛完全场之后 觉得这枚可能是就是AAA全场卡三最好状态的一枚了 然后实物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1773起二这个年份呢 也算是它的第二年吧 它用的母具也是比较新的 然后呢整体的打质也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漂亮 猫眼在买的时候呢 其实是从一个拉丁美洲的币商那里买到的 然后呢当时看到这枚币猫眼很惊喜 我就问了一句说 这个东西要卖多少钱 然后那个拉丁美洲的币商说 6500 我当时觉得不敢相信 因为它状态很好嘛 我很喜欢 然后我就又问了一句说 你说多少钱 然后呢他听我这么一问 他有点心虚 然后呢他就说 6500你看行不行 我一看他他心虚了嘛 我就觉得说 他这个人心虚 我是不是可以砍一口 那你能不能便宜点 然后他听我讲价嘛 他就更心虚了 他更心虚了之后呢 他说嗯这个东西呢 是我和我合伙人一起买的 他自己做不了主 要不然他打电话给合伙人问一下 他现在合伙人不在那个 不在台子里面嘛 我当时想一想说 嗯他要是一问一商量 那个合伙人在不在我的面前 在背后他俩一查价 是不是他俩可能觉得说 6500卖便宜了 然后就以后还可以上拍什么的 就不卖给我了 嗯我想了想说 为了避免后患 我就就是显得很着急的样子 我就跟他说 嗯我还得回展位 这样吧 我先买下来 我很喜欢他 然后呢我就当场写了一个支票给他 然后就把它买了 买完了之后回到展位 就是细细的端详这枚币的时候 哎我心里真的是 特别特别的高兴 特别特别喜欢这枚币 可以看到这枚币 其实底板有一些反光的这个感觉 因为这枚币 他用的是比较新的模具嘛 然后但是新的模具 他有个问题 他比较亮 然后金子上面的这个磕碰 在这样的底板下面呢 就显得更加的明显 他那个磕碰会非常的亮 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那个啊 对方不一定就是会看金币 然后这个B商可能觉得 哎这个东西可能品相比较一般 但其实猫眼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状态 那也有可能 他是拉丁美中来的嘛 他当年买的价格很低 买得早 然后呢 所以说给了一个好价 但无论如何猫眼觉得 买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喜欢 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枚呢 是这枚1721719的 西班牙塞格维亚的 8S库多金币 这枚金币真的就是故事多了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写的 那个塞加拉吉藏的 这个盘点文章的话 可能你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 没有看猫眼的这个文章 因为文章比较长 那猫眼在这里再和大家 讲一讲猫眼的这个 购买的经历啊 就是猫眼在前面的时候 其实提到过 这种体验式的这种 销售模式嘛 然后猫眼也真正的就体验了 一把体验式的销售模式 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美国币商 然后在币展上 就是遇到了我 给我拽到一边说 我买了几个好东西 你可能感兴趣 因为他知道 我收西班牙的这个东西 而且我很喜欢金币嘛 在那个桌子上 咔咔咔摆出了 这个好几个 从塞加拉吉藏买回来的 刚买回来的 这个BICE库多金币 有一枚呢 其中的一枚呢 就是这枚1721年 其19的这一枚 就是1032号的排名 他还买了几个 塞维利亚的其他的这个东西 他给我看这几个东西 然后呢 就不停地在观察我 塞维利亚怎么说呢 猫眼很喜欢 但是呢 我最重要的领域 还是塞格维亚嘛 所以说我就着重地 看了这枚塞格维亚 这不看还好 一看猫眼真的是爱不释手 这场集藏的这场拍卖呢 猫眼是有根的 而且在拍卖之前 也细细地看了这些拍片 但看图和看实物的感觉 真的很不一样 在那个图片上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正面 如果我不指 可能你都看不到 它的正面 其实有一个BP的缺陷呢 在图面上是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显得特别的丑 但其实你实物拿在手上 这么一转 你不仔细看 你有的时候 可能都会忽略掉 它这个就是BP的这个缺陷 它的浮雕也非常的高 图片看起来高了不少 怎么讲呢 猫眼是收这个时期 浅币的比较研究过 这个塞格维亚造皮厂 也知道这个螺旋机呢 其实能够做出这么高的浮雕 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B和图片上长得 就是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吧 但是真的是好了不少 看了半天之后 想一想说 它肯定是要痛宰我一顿 然后我就问说 你想要多少钱 真的挺感兴趣的 它看了看之后 开了一个价格是 65000美金 猫眼当时听完了之后 因为跟了这个拍卖嘛 知道它的落水价 大概是39000欧元 那其实算一算 那它的成本换成美元 肯定不到55000 5万多多多少 我就不太知道了 那你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65000 要赚1万多美金 我心里还是有一点过不去的 所以我当时就跟它说 跟它开玩笑说 你这刚买 你大概多少成本 我都知道 那个你要这个价格 会不会有点太高了 它也一点都不生气 就笑眯眯看着我说 你看这币你喜不喜欢 然后我想了想 还是把这个东西放回去了 说啊 我再考虑考虑 但是如果你愿意谈价格的话 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大概留了这么一个口 我就走了 猫眼奖价没有成功嘛 然后呢 东西就还给币商了 以为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 之后回到家 然后长谈之前 我忘了是哪一天了 然后突然间猫眼就收到了一个 Fedex邮递的这个提醒 同时呢 这个币商给猫眼发了一条消息 就说 啊Vera 我把这个币寄给你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拿到手之后 因为我马上就要去长谈嘛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你在长谈的时候 再把这个币还给我就好了 我当时又惊讶 然后呢 又惊喜 每两天呢 我就收到了 隔天我就收到了这个币 收到了这个币之后呢 怎么说呢 在家里 天天看 天天看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心动 然后呢 就觉得说 好像这个 这个差价也不是不能接受了 我知道这个东西啊 它在美国市场啊 怎么说呢 你找对了人 六万美金是不难卖出去的 然后呢 于是我就在这个过程中 就跟他试探说 哎 那个现在 大家能出价出到多高啊 然后最高价是多少 就是问他有没有这个空间嘛 这个币商 也算实在吧 然后跟我说 六万五现在没有人出到 但是六万多是有人出到的 我就大概心里有个数了 后来我们又 讲价 讲了几个来回吧 然后呢 互相试探 最后呢 猫眼以六万三千美元 把这个币给买下来了 怎么说呢 呃 是有一点 呃 心痛 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就 呃 要一价这么多 把它买下来 但是拿在手上 真的就是很漂亮 而且猫眼知道 在短时间内 呃 或者说是在接下来的一两年 猫眼都不可能再碰到这个 这么好状态的这个品种 呃 买完之后 对这枚币越看越喜欢 还是很满意的 尤其是 这还是名家旧藏 这一场拍卖 其实我当时跟完了之后 很遗憾 就是呃 想买的东西都没有买下来 因为价格太高 呃 就是可以说之前是颗粒无收吧 但是作为一个名家旧藏来说 我还是希望能够收一个 这个藏家的东西 所以说买 事后买了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的惊喜的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每次去臂展 猫眼都是非常的兴奋的 尽管猫眼是一个更喜欢宅在家里的人 但是你每次去到臂展 就算你买不到东西 听听同行 讲讲 最近发生了什么 市场的变化 看看臂商在卖什么 其实你都会有新的这个体会 尤其是每次在臂展上 总能认识到一些新朋友 然后呢和一些老朋友叙叙旧 猫眼总是觉得特别的开心 每次都觉得臂展的时间不够多 总是没有逛购这个臂展的展位 然后没有好像买的东西不够多 总要买点什么 但是每次都觉得自己好像又错过了很多 自己想买的东西 总而言之吧 去臂展总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希望猫眼的分享也能让你感受到猫眼 对于这个行业的热爱和对于钱币的热爱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啊 啊